不是会员冲不起,而是全文更有性价比 这次的主角依然是柳如烟 汉刘嘉贝把如烟,喜欢听全文的宝子们,点赞关注 故事开始,被柳如烟抛弃的第二天 他的朋友圈出现了官宣的新男友 那男人吻着他的头发,拍下一张侧脸照 卓宁说那是柳如烟家里介绍的 不是和前男友那样随便玩玩 柳如烟跟他是认真的,我们当时算是友好分手吧 彼此还都存在对方的通讯录里 偶尔从朋友圈看一眼对方的生活 但他跟新男友官宣不久 有一天给我发了条微信 不好意思,我是柳如烟男朋友 不喜欢他跟前任还有联系方式 你们微信互删了吧 我愣了下后,将他删除了 本来就不是一个世界的人 大家各归各位挺好 九月底卓宁结婚我买票去了杭州 卓宁他们见了都很激动 博打你变化好大 我差点没认出来 他们一边说,一边羡慕地伸手摸我胸肌 我拍打了下他们的咸猪手 大白天的摸什么 别急晚上哥给你们摸个狗 大家一起哈哈大笑 有个好兄弟搭着我的肩膀 穿搁我等不及啊 曾经的寝室六兄弟笑疯了 但我笑着笑着就不笑了 因为屋子里人多 一时竟没发现 一旁的沙发上坐了几个年轻的女人 其中就有柳如烟 她穿着深色长裙 还戴了条名贵的项链 更加美艳动人 卓宁说她是和赵琪琪一起来送东西的 等一下就走 这时她已经看到了我 一年不见 她已然是成熟有魅力的女人了 但对我而言 她如今是陌生人 除了那张漂亮的鹅蛋脸上 有几分熟悉 我大方上前同赵琪琪打了招呼 又冲她招了下手 柳如烟好久不见 你越来越漂亮了 她点头适应 礼貌的微笑 一句话也没给我 赵琪琪与我聊得很欢快 一个劲地问我 博达这次回来还走吗 你变化可真大 有女朋友吗 卓宁过来搂住我的肩膀 打听这么多干嘛 要给博达介绍对象了 赵琪琪说可不咋的 我们这边伴娘除了柳如烟 可都是单身 柳如烟抬头看了我一眼 眼神看似平静又很隐晦 让人心里怪不舒服的 我下意识地开口 我有女朋友 在老家呢 以后就在老家发展了 你们想我的话 也可以去看我 我和我女朋友请你们吃饭 卓宁他们呲哇乱叫 真的呀我就说嘛 博达这么帅 追她的人多了去了 怎么可能单身 我嘿嘿一笑 赵琪琪又问 怎么不带你女朋友一起来 让我们认识认识 她在医院上班 是主治医师 太忙了实在没空 吹牛的时候 我怎么也没想到 自己脱口而出的是个医生 意识到这点 心里咯噔一下 脑中第一个浮现的 竟然是许珊珊穿着白大褂 那副云淡风轻的模样 疯了我一定是疯了 我拍了拍脑袋 正懊恼的时候 旁边传来一声嘲弄的笑 柳如烟已经站了起来 双手还胸朝照琪琪说了句 走吧别在这吹了 她什么意思 在我一脸猛的时候 她已经迈着步子走了 当晚我们寝食六兄弟 纷纷不平 柳如烟那个男朋友 虽然长得帅又有钱 但嘴可毒了 柳如烟的嘴肯定也是被传染了 他们又问我 你不是单身吗 那女朋友是假的吧 为了气柳如烟编出来的 你放心 就算没有女朋友 我们也会给你找回场子 明天绝不会让他欺负你 我善笑两声 嘴里说着和气生财 和气生财 第二天一早 身为新郎的卓宁早起化妆 我们伴郎也顺便吹了个发型 穿着板正的西装 我们一起拍了很多照片 感叹时光流逝 我还发了个朋友圈 新郎去接亲 伴娘们堵着房门不让进 闹腾了一圈 收了红包 正打算开门 我方正好在撞门 直接涌了进去 一派喜气 卓宁穿着西装 笑得灿烂 开车前往酒店的时候 人很多我们寝室 几个兄弟都有任务 分散开车 我开的是最后一辆 上了车才发现 柳如烟竟然已经坐在后排了 跟他同坐的还有他男朋友 正是朋友圈官宣的那位富二代 副驾上还坐了位伴娘 这可真是瞧瞧他妈 给乔乔开门 乔到家了 不想给他们当司机 我后退一步关了车门 想找其他兄弟换个车开 结果发现前面的车 已经开始出发了 柳如烟打开车窗 隔着他男朋友 冲我开了口 上来吧 打算扔下我们走去酒店吗 我沉下脸默默地 又打开车门坐了进去 柳如烟的男朋友 看我的眼神奇怪 突然笑了 你是周运川吧 我看过你朋友圈的照片 我此刻的心情 真的是如同吃了屎 连敷衍都懒得敷衍 直接嗡了一声 他又装作什么都不知道的开口 你后来怎么把柳如烟删除好友了 我又不是那种小气的人 分手了你们还可以做朋友的 如烟你说是吧 他又得寸进食 拿起手机冲着后视镜摇了摇 哥们再加个好友吧 将来我和如烟结婚 欢迎你来 我没搭理他 一路沉默 快到酒店时 前面的车突然急杀 我也猛踩刹车 柳如烟脾气暴躁的 在后座上猛拍了下 我们三人都吓了一跳 他脸色铁青 旁边的男朋友也不敢和他说话 他打开车窗 探出头去 怎么回事啊 前面怎么开车的 不怪前面的车 因为在往前一点 有辆麦巴赫横停在酒店门口 我看着那车排号眼熟 像是卓宁家的 于是打开车门下了车 结果竟然看到不远处 许珊珊正已在车旁 我以为眼花了 使劲地揉了揉 再睁开眼还是他 周遭环境杂乱 他穿着修身白色连衣裙 身材窍窍又饱满 乌黑的长发四扑不一般 他娇美柔和的脸 透着淡淡俊色 他一抬头就看到了我 眼眸深沉 酒店门口因他造成的 大堵车混乱不堪 但他却仿佛一点也不急 直起身子 让周围的人也跟着安静下来 我想其他人没有上前催他 肯定是被他的气场唬到 有些人看上去就很不平凡 令人难以捉摸 此刻他的脸上显露着几分不耐 有生人物尽的气息 很多人都下了车 我那几个室友兄弟看到我 赶忙对我窃窃私语 韵川你看太漂亮了吧 这谁啊哪个女明星吗 有没有人认识 我刚想说我认识 那边许珊珊的声音已经响起 我打你过来 我浑身一动 那清冷的声音又开始让我头皮发麻了 兄弟们惊诧地看着我 周围人的目光也都聚集到我身上 我强装镇定上前 在距离他两步路的时候停下脚步 故作镇定地问他 姐 你怎么在这样 他望着我轻柔地笑 冲我伸出手 靠近点 我又挪了两步 他上前一步 静在咫尺 手指还着我的后颈 抬头吻了下我的唇 我整个人像被炸弹炸开了 他的嘴巴夹杂着草莓糖的清香 跟记忆中那个强势霸道的吻一样 浅尝后变得热情狂妄 一瞬间我只感觉天旋地转 他吻完我恋恋不舍的 摸着我红红的耳朵 刚给病人做完手术 开了五个小时的车感来的 真的是好累啊 需要你来提神 我头皮麻了 他的声音哑哑的 一些不确定的事 突然在此刻像跳跳堂一样 噼里啪啦的炸开 你怎么会来 他靠在我肩上笑得无奈 我不来的话 怕你又要跟人跑了 真是惊心动魄的一天 这一天许珊珊的风头 盖过了卓宁的婚礼 他在万众瞩目之下闻了我 他的车堵了酒店无人问津 更甚者是新娘赵琪琪的父亲 他是本地著名医院的院长 惊讶地走过来 一把握住许珊珊的手 一脸不敢置信 你是于老的学生许珊珊吧 我听过你研究的课题 回握着他的手笑道 赵院长我今天是陪男朋友 来参加婚礼的 工作上的事改日再说 然后我一回头 看到柳如烟一脸惊叉 我的室友兄弟激动地 冲我竖起大拇指 我打你太牛了 真行 这样的也能泡道 我去什么跟什么呀 我刚想解释 被许珊珊挽住了胳膊 他抬脚用下巴抵在我肩头 一只手准确无误地摸了摸我的额头 你头怎么了 一瞬间我心里一热 不小心撞下 疼骂他轻叹一声 白皙的手指又触摸了下 回头我给你揉揉 我的天他好温柔 还是那个高冷的女神医生吗 我有点晕 酒店大堂 一身洁白婚纱的赵琪琪 管着父亲的手上台 交付到了卓宁手中 音乐很煽情 现场的人都很感动 伴郎伴娘上台的时候 我没有去 柳如烟也没有去 隔着人群 我看到他在看我 眼中情绪不明 他在生气 但我一开了目光 因为许珊珊将头靠在我的肩上 在闭幕养神 吃饭的时候 我们几个同学被安排到了一桌 柳如烟和他男朋友也在 许珊珊没什么精神 神情冷聚 我知道他是困急了 忍不住说道 姐姐待会吃完饭 我找个地方你先睡一觉 他文言看向我 眼中含笑 我们俩食尽扣 我不太好意思去看他 只感觉脸有点烧 我的心怦怦直跳 杭州这一趟真不算白来 吃饭的时候 有室友兄弟问我 佛达你为什么叫你女朋友姐 难道你们是青梅竹马 我尴尬的笑了笑 算是吧 他们又是一声惊呼 纷纷表示羡慕 还有一位室友看着许珊珊 似乎想起了什么 突然对我道 博达我想起来了 难怪看你女朋友总觉得眼熟 大一的时候 他来我们学校找过你 当时你不在宿舍 他在楼下等了你好久 后来天黑他就回去了 我下意识地脱口而出 不可能 室友说你问他呗 虽然时间久了 但我不会看错的 他在宿舍楼下蹲了好久 最后走的时候还揣了垃圾桶 询问的目光再次望向许珊珊 他随手把胳膊搭在我的椅背上 身子往后移 静静地看着我 说出了一句 令我多少年都回不过神的话 我们家运川从小我就喜欢他 打算将来嫁给他 小心翼藏心理多年 结果大学时被人哄走了 不过好在现在失而复得 他是我的了 轻描淡写的话 我的室友纷纷起哄 天哪这是虐狗 还是拍电视剧啊 这么浪漫 运川你小子这么深情的姐姐 哪里找的 我为什么遇不到 嫉妒死我了 有这么好的姐姐 在你大学那会谈什么恋爱 简直浪费时间 几句话下来 指责我的同时 大家终于意识到了什么 目光望向了我前女友的方向 在她说出那些话的时候 我心里涌起惊涛骇浪 半赏回不过神 同时也注意到 自昨天见面 一直表现得冷静自尺的柳如烟 不由地握紧了拳头 许珊珊聊聊数语 轻易地否定了我与柳如烟那三年的胆情 是过客是浮云 唯有她才是真理 这边许珊珊似乎心情格外的好 轻笑一声 手放在我的腿上 半撑着身子凑到我耳边 我太累了 韵川你送我去睡一回 众怒睽睽之下 我耳根红了 硬着头皮送她回了酒店房间 她真的很累 倒在床上还不忘顺便将我也拉过来 还住我的腰 陪姐姐睡一回 我脑子很乱 久久不能平静 她的手捏着我的脸 将我的头转了过来 在想什么 不能想别的女人 我一肚子一问 终于忍不住到 姐你好像很厉害 她嗡了一声 你指的哪方面 我瞬间无语了 问到你想的哪方面 你猜我想的哪方面 她又在笑 我无奈极了 不再去看她 但她抬起了我的下巴 凑上前又吻上了我的唇 这个吻很温柔 太困了等我醒来 话说到最后 她睡着了 我看了她许久 关了灯 我坐在屋里给卓宁打了电话 你到底还有什么瞒着我的 现在不说 回去我打死你 卓宁先是诧异 最后连连求饶 我打你冷静了 也没什么事 就是你上大学那回 放假回家 我们一起去打篮球 我趁你不注意 又拿着你的手机 给我姐许杉杉发了条信息 说了什么 我说姐姐谈恋爱吗 让我做你男朋友吧 年龄不是问题 我虽然比你小 但是我一定会好好爱你 你是我从小的梦想 我已经说不清 对卓宁是什么样的无语了 揉了揉跳动的眉心 你这该死的 你到底想干嘛 卓宁七七哀哀道 一开始确实是我姐干涉我谈恋爱 我想报复她 后来是捉目不透我姐这个人 从小到大追她的人挺多 她一个都没看上 一心扑在学术上 我和我妈都怀疑她不喜欢男人 按道理来说 你长得又好看 她以前夸你老实来着 用你的手机给她告白 她没道理不回复 我就是觉得奇怪 当面给她说 她也不答应 我还挺绝望的 连你都勾搭不动 看来她真的有问题了 大学那次是我最后一次试探她 我当时不知道你刚谈了女朋友 心里还想着万一你们俩真诚吗 还挺让人兴奋 结果是空欢喜一场 她哪里知道 大一那年 我莫名其妙的 收到许珊珊发来的一条信息 依旧是简单的四个字 学校地址 一头雾水 我试探性地问什么 她又发来地址发我 我迟一时信息又来了 快点别磨叽 于是我赶忙将我学校的地址发给了她 原来后来她去了我的学校 在宿舍楼下等了我一下午 那时我去干嘛了 我想起医院诊室里她咬牙切齿的声音 没错我是要报复你 我许珊珊 长这么大从没被男人耍过 你倒是好样的 将我耍得团团转 我这辈子就掏出过一次真心 结果你崴我 我恨不得杀了你 一切似乎都很明了 我向她告白 她要了学校地址 下定决心向我奔赴而来 结果发现我有了女朋友 出去约会了 她以为我在耍她 临走之前 还踹了我们宿舍楼下的垃圾桶 我深深吸了一口气 许珊珊睡着的时候 我出了房门 结果意外地在门口看到了柳无焉 她似乎在等我 正愣着着出神 看到我她自嘲地笑了一声 拨打我失去你了 我一直以为还有机会 我没同意跟你分手 我以为你总有一天会想明白 回到我身边的 回到你身边 你现在的男朋友算什么 又是完蛋 柳如烟忍不住眼泪直流 你不懂 运川 你根本不知道我有多爱你 我不明白为什么我们就走到了这一步 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你 可是你却离我越来越远 我一直在等你回来 你没动静 我就想跟别人谈恋爱刺激 可是你把我微信删了 我当时仍不觉得自己失去了你 我知道卓宁和赵琪琪结婚 你一定会来 我一直派的这天 我是没打算让你离开的 直到我看到了 你不是一个人 运川你从来没告诉过我 你身边有这样一个人 如果我早知道 一定不会放手让你离开 柳如烟哭了 肩膀轻颤 脆弱无力 柳如烟你错了 其实在你心里 一直都觉得你高我一等 我身边有没有这样一个人并不重要 如果因为他的出现 才能让你对我高看一眼 懂得珍惜 那么这样的感情 我宁可不要 不是这样的 博打我从没有觉得我高你一等 柳如烟仰头看我 是我后来昏了头 我总是在强迫你做不喜欢的事 明明我们离幸福只差一步 我恨你不够努力 我错了 我忘了我们在一起的初衷 他脸上有泪滑过 博打你回到我身边好不好 我发誓再也不逼你 我一定好好爱你 我们重新来过 我摇了摇头 柳如烟我从没后悔大学时遇到你 因为那时候我们在一起是那么快乐 可是后来我们不快乐了 我所有的热情和对你的爱 都在毕业后的那一年 被现实碾磨得一干二净 柳如烟后来的我们已经走散了 我说完转身想要回房 他突然上前一把抓住我的胳膊 博打求求你 再给我一次机会 我不能没有你 我皱了眉头 一点点地将衣服抽离了他的手 转身进了房间锁了门 在我踏上了杭州的路时 不是没期待过与他重逢的 与他相恋那三年 是我不可舍弃的人生 我们曾经那么那么相爱 我想着再次见面 如果还能握手言欢 也是一种美谈 可惜他始终是高高在上的那个 等我回头等他就数 其实我一直没变 情绪万千 直到躺在许珊珊身边 突然觉得一切变得不那么重要 我也很累 睡了一觉 从杭州返城的时候 路上开了五个小时 车子驶入市区已经是晚上十点 路上简单吃了点 此刻也不觉得饿 但许珊珊还是让我将车 停在了一家便利店 他要买一些吃的 我跟着进去挑了几样 结账的时候发现他站在我旁边 又随手从货架上 拿了个正方形的小盒子 放在了一起 意识到那是什么 我的脸顿是红了 他故作镇定 神色如常地拉着我的手 出了便利店 最后车子停在了 他在医院附近买的公寓旁边 下车的时候 我仍是任由他拉着手上的电梯 从来都是这样 就像那场痔疮手术 他一句走吧 我就乖乖地进了手术室 如今他拉着我的手 我又变成了 言听计从的安纯一般 他拿了衣服去洗澡 见我一直看着他 忍不住笑到一起洗 我吓了一跳 赶忙转过身去 他哼了一声又不是没见过 我的脸直接红到了耳根 自然而然地想到了12岁那年 推开卫生间看到的那一番场景 然后鼻子一热流鼻血了 赶忙着纸 结果等他洗完澡 穿着睡裙出来 看到的是我坐在客厅 鼻子里塞了卫生纸 许珊珊上前直接坐在了我腿上 我惊呼一声 他取下了我鼻子里塞的卫生纸 流鼻血了 我嗡着鼻子嗡了一声 目光触及到他吊在睡裙下 若隐若现的身材 以及身上散发出的香味 鼻子又热乎乎的 最后是一番手忙脚乱 他从家里药箱找出药 棉花沾的云南白药粉 给我进行压迫止血 等我也洗完澡出来 看到房间灯光昏暗 他已经在卧室躺下睡着了 心里松了口气 他把我换下来的衣服给洗了 我身上只为了条浴巾 还是不太好意思面对他的 他睡了我却睡不着 于是拿出了手机 躺在客厅的沙发上刷起手机 刷着刷着眼皮也开始打瞌睡 什么时候被他叫醒的都不知道 别在沙发上睡会感冒的 一时清醒时 小心地抱着他 姐姐你来真的吗 他温柔地笑了 当然开工没有回头见 那晚事后我失眠了 反反复复 脑子里都是从杭州回来的路上 他一句一句讲给我听的话 孕川我们结婚吧 我已经三十了 你不能再消耗我的诚意了 虽说感情这事是你情我愿 可是你这边开局对我就是不公平的 你和卓宁知了好大一张网 我扎进去十几年 如果最后得不到你 我真的会疯掉的 我一直恨你是个渣男 也恨自己被一个臭小子耍得团团转 更恨自己即便这样还是放不下 可笑的是 真相大白的时候 我却宁愿自己曾经被你玩弄 那样至少证明我对你而言 不是一个路人 结果你心里从来就没有我 我念了你十几年 你全然不知 我付出了自己全部的感情和心意 投在你身上就像沉入海底 连一个浪花都不曾有过 我打你现在只有两条路可学 跟我结婚或者杀了我 那些话很霸道 细想之下 其实我也是受害者 许珊珊将责任划分到我身上 算是虎脚蛮缠了 我红着耳根据理力争的时候 他看了我一眼 握住了我的手 你当然是有责任的 你从小就会引诱我 乖巧的叫我姐姐 叫得我心乱如麻 心里都是你 第二天是的大晴天 睡到了自然醒 醒来后神清气爽 屋里就我一个人 穿衣服时余光一瞥 不经意看到床头 那个正方形的小盒子 是新的煤拆封 我直接懵了 昨晚竟然把他忘了 当下心里一紧走出去 看到许珊珊正在厨房做饭 许珊珊回头看到了我 冲我一笑 厨房烟火器被他 渲染出几分风月音 醒了那你睡得好吗 我一愣有些不好意思 很好你呢 不太好腿酸啊 回想起昨晚的疯狂 我直接面红心跳 整个人都烧了起来 姐姐一本正经的疗 实在招架不住 但回过神来 我有些心虚道 就是那个东西 昨晚我忘用了 他反应了一下 知道我什么意思后笑了 没事 需要吃药吗 为什么要吃 你难道不打算娶我 买那个只是给你提个醒而已 让你做一下心理准备 一时竟无言以对 第一次做形状不错 赶紧吃吃完回家拿户口本 结婚的事是他路上提的 看样子根本没打算让我选 但我心里十分忐忑 姐慢慢来吧 这种事怎么也要从长记忆 吊着我的时间不够长 他眼睛一眯 似笑非笑 没错是令我心慌慌的那种表情 我瞬间就怂了 可是家里还都不知道 这些都不需要你操心 你只要现在去拿证件 跟我去一趟民政局就可以了 稀里糊涂的 我就被拐去领了个证 回头看到那两个红本本 感觉像做梦一样 之后发生的一切更是玄幻 先登记后见父母 这种先斩后奏的事 怎么也要挨两句骂吧 结果他家和我家一派喜气洋洋 我爸妈对他真是一百个满意 我丈母娘更绝 第一次以女婿的身份见面 直接带我去置办几身行头 还重金给我买了块手表做礼物 但他们真的是 丈母娘看女婿越看越满意 最高兴的莫过于卓宁了 据说自从跟许珊珊坦白从宽之后 日子就不太好过 他说我从水深火热之中拯救了他 感激涕零 还说要给我的孩子当干爹 傻叉什么干爹 是舅舅 故事到这里也就结束 有个插曲是我们举办婚礼那天 我接到了一个陌生来店 声音有些熟悉 我想了一下才听出是柳如烟的妈妈 于是礼貌地叫了一声阿姨 柳如烟妈妈迫不及待地告诉我 博达 你回来吧 阿姨同意你和如烟的事了 你们可以结婚 阿姨不反对了 我愣了一下 尽忠的自己 西装革履 性格越发沉默寡言 跟家里的关系一度不好 有一次发狂又哭又闹 把家里砸了得稀巴烂 他妈站在一旁大气也不敢出 我很唏嘘 但也无可奈何 因为有个更霸道的姐姐 让我要么跟她结婚 要么杀了她 她很厉害 我从小见她就心慌 小学的时候 我在卓宁家写作业 正巧碰到刚刚中考完的她 卓宁问她考得怎么样 她不懈地笑了一声十拿九稳 姐姐你好厉害 那女孩正喝着水 看了我一眼 然后她冲我微微一笑 我心里莫名地就慌